我們要把資料分成 Chaining data Chaining sample 跟 testing sample 來做邏輯式回歸 來看這裡 這個我就不寫在上面 我先把我的data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訓練樣本 一個叫測試樣本 然後我拿我的訓練樣本 去找到logistic regression的參數 Beta0 跟Beta1 所以就有訓練好的logistic regression 可以嗎 我剛剛不是講邏輯式回歸嗎 邏輯式回歸裡面有兩個參數很重要 Beta0 跟Beta1 我要拿我的訓練樣本 去訓練它的Beta0 跟Beta1 所以這裡會出現Beta0 hat 跟Beta1 hat 對不對 然後我再把我的testing sample 丟到這訓練好的邏輯式回歸裡面 然後就可以找到分類的結果 所以我們一開始一樣 我們先看IrisData 那IrisData內建就有了 來 怎麼樣知道它內建就有 你只要在這裡打Iris就好了 Iris 就這樣 然後按Enter 它就要幫你跑出來 這麼簡單有沒有 來 我全部清掉 打這個Iris 按Enter就好 好 在哪裡打 在Console Window裡面打就好 等一下我們還是用到Sclip啦 只是呢 現在也用不到 你只要打Iris就有 按Enter就有 按Enter之後 按了嗎 大家都按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按Enter 拉到最上面 你看它就有什麼 告訴你這個 這個叫什麼 Siponens 花二的長度 花二的寬度 花瓣的長度 花瓣的寬度 最後是你的種類 對不對 它到底是屬於Siposa 還是Versicara 還是Versicara 所以你看喔 這裡 前面50朵 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這裡 停 來 應該不要用放大 拉到這裡 這是D50朵 有沒有 分界點 上面是Siposa 再來是Versicara 所以從D 還是用放大 這樣才會跑出來 哇 那個左邊都會被切掉 很討厭 好 你自己看你的 從D51朵開始 從D51朵開始 就變成是Versicara 好 你如果再往下 再往下 拉 從D101朵開始 就會變成是Versicara 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Iris 那如果我要把我的Iris 把Saitosa那一類刪掉 因為我們剛才講Saitosa那一類 比較好分嘛 那我現在考慮兩類的問題 所以我不要Saitosa 那不要Saitosa怎麼辦 我可以把不是Saitosa的抓出來 來 你看我們怎麼做 很簡單的一個指令 Ctrl加 我先把畫面清掉 我要看它的類別在哪裡 在Iris 用一個前字號對不對 按Tab鍵 我要看的類別是這個Species 可以嗎 所以你要用Iris前字號 裡面有一個Species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它這個類別是什麼 有沒有 所以我按Tab鍵 然後選Species 然後按Enter 你就可以看到 我把剛剛的只有把Species抓出來 來 四十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十 前面五十朵都是Saitosa對不對 五十一開始一直到一百 都是Versica了 一百零一開始到後面的一百五十 都是Versica 可以接受嗎 來 試試看這個 然後甚至它告訴你說 它有三個等級 這裡注意一下 這裡把它註明一下 它有三個Level 第一個Level叫Saitosa 第二個叫做Versica 第三個叫Versica 所以它是一個Vector的一個變數 它是一個因素的變數 它有三個因素 Saitosa Versica 跟Versica 可以嗎 好 那我剛才講的 我現在希望Saitosa我不要 我只要Versica跟Versica 那我可以怎麼做 你看喔 我可以用一個這個 這叫邏輯詞 Iris裡面的Species 我不要Saitosa 所以我不等於Saitosa的 來 我可以這樣寫 不等於Saitosa 不等於Saitosa的 我都要 我要把它抓出來 所以當我下了這個指令之後 當我下了這個指令之後 它會做一件事情 它會把Saitosa的都當作False 不是Saitosa的都是True 因為我不要Saitosa 對不對 所以不要Saitosa的都會變True 這樣 好 我來試試看喔 所以當我按下Enter之後呢 你會看到前面50朵 會變成False 後面的100朵會變成什麼 True 好 所以來試一下這個指令 等一下 試一下 你這樣已經沒有很好的意思是什麼 不是 不等於 就是我現在要抓的是Species裡面 不等於Saitosa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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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VPT的 可以嗎 你如果是Saitosa 怎麼辦 你就改給等於等於就好了 可以嗎 你看我現在要它的類別不是Sethosa 所以我才加不等於對不對 如果我要的是Sethosa的話就畫兩個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好那我們現在要把不是Sethosa的抓出來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把不是Sethosa抓出來怎麼辦 你看我可以這樣寫喔 我可以告訴人家我先把不是Sethosa 我現在直接寫script好了 所以你用file newfile開一個新的rscript 因為我們要整個寫在程式裡面了 我們已經把概念講給你 所以你現在把rscript打開 file newfile rscript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一開始我的習慣是分開寫 你可以把它寫在一起 有的人會把它擠在一起 我們先分開寫 我有一個叫做index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是要幫我抓出不是Sethosa的資料 所以我直接打iris iris裡面的species 不等於Sethosa的抓出來 好我就run這一行 run這一行之後就有一個index 它是邏輯值有沒有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堆force 然後後面100個是true 就是這個邏輯值 好那我現在呢要把這些抓出來 那怎麼抓出來呢 我可以叫一個叫iris兩類 iris兩類是iris裡面 等一下你先聽完再看喔 iris裡面呢我先把它講一下 如果用中括號 用中括號呢裡面要抓東西 在r裡面前面這裡表示的是列 後面這裡表示的是藍 或者叫行 那我要把哪幾列抓出來 把它不是Sethosa的那幾列抓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要把這個index的值 放在列的位置 告訴我說不是Sethosa的那幾列 我都要抓出來 所以你看喔 我把index放在這裡 然後後面就用空的 如果是mayday不要加一個冒號啦 那我們r不用加一個冒號 直接這樣就好 好我run完這裡 等一下讓你們做 來仔細看一下多一個iris2對不對 iris2裡面只有幾個值 只有一百個值有沒有 好點一下 Versicala Virikala Viradinar Vogenica Virge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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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誰不見了 Sethosa不見了對不對 好 來試試看這裡 再講一次喔 第一行的意思是什麼 第一行的意思是把不是Sethosa 所以這裡用不是Sethosa的 我把那幾行指出來 用邏輯指指出來 我再把這個邏輯值放到IRIS裡面 告訴他說我只要抓這幾列 不是SETOSA的抓出來 那不是SETOSA的抓出來之後 我給他取一個新的名稱叫做IRIS2 我自己命的 對你也可以用IN就好了 你如果看我寫的程式 那教學我才會寫INDEX 如果我自己在那邊寫Code 我就寫IN而已 很懶惰啦 在R裡面不要用IN 為什麼不要用IN 因為我們在寫for回圈裡面會有一個 for回圈裡面不是寫for括號什麼東西 IN在哪裡裡面 所以IN是有用的 所以在R裡面就不要寫IN 我眼睛看著你就是要給你指導 R裡面不要寫IN 那記得兩行要一起亂哦 好 志勇這裡可以喔 好不用 全部都要抓 四個 五個子都要對不對 五個子都要 五個子都要就不用寫任的東西 逗號把它控制就好 MateLab裡面要逗號 冒號 所以有時候學MateLab跟學R 學到最後會錯亂 你還好啦 剛好那個禮拜五那個班 那個有學生剛好又修成老師的MateLab 啊又修這個R 他的頭腦是打結的 好 可以嗎 兩個選起來一起Run Run你的右邊要出現Iris 2 你把Iris 2點一下 看一下裡面是只剩下Saitosa跟Vicica的 看最後一個 是Saitosa跟Vicica的 我說那index放在列那個地方 是因為index是它是放在你每一列裡面的 我們要抓的是哪幾列 我們要抓的是後面100到150那幾列對不對 所以要放在列的位置 Saitosa沒有啦 Saitosa就刪掉了對不對 來 但是我不是這裡你們沒有注意到嗎 剛才到現在都沒有問我問題 這個是它四個變數 花瓣的長度 花二的長度 花二的寬度 花瓣的長度 花瓣的寬度 跟它到底是哪一個種類對不對 它怎麼給你多一個roll names 我們是從原來的Iris那張表 繼承下來叫Iris 2對不對 所以R很貼心喔 它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抓下來這一張表 是從Iris裡面抓下來的 然後它是Iris裡面的第幾列 第51列 第52列 第53列 第54列對不對 它會貼心的告訴你 它會多了一個欄位告訴你 可是這個欄位呢 並不屬於它的變數欄位 可以嗎 為什麼不屬於它的變數欄位 你看這裡 它告訴你說Iris 2它只有五個變數喔 那五個變數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花瓣的 花二的長度 花二的寬度 花瓣的長度 花瓣的寬度 跟它的種類 剛好五個對不對 所以前面這個算不算 前面這個補算喔 這樣可以嗎 好 前面這個補算 沒有問題喔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個很重要一個東西喔 我們剛剛不是一開始的時候就告訴你看 如果我把它秀出來 它下面會有一個Levels Levels就是因為它是Fact的變數 它會有三個Levels 哪三個 SETOSA MUSIKAR MUSIKAR 就等於它告訴你它有三個類別啦 第一個類別叫SETOSA 第二個類別叫MUSIKAR 第三個類別叫MUSIKAR 第三個類別叫MUSIKAR 但是我現在把誰砍了 把SETOSA砍了對不對 好 把SETOSA砍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現在再給它下一個Levels 問問看 它的IRIES2裡面的SPECES 到底有哪幾個類別 按RUN RUN喔 Levels 對不起 忘記加S RUN 怎麼還是有三個類別 SETOSA MUSI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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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不是已經SETOSA砍了嗎 怎麼還是三個類別 它的原因是這樣 我只是把它從原來的表 繼承下來而已對不對 原來的表有沒有SETOSA這個類別 有嘛 所以你只是把它挖出來之後 它認為你只是繼承下來 還是有SETOSA那個類別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類別 重新再整理一下 可以嗎 不然它從原來的表抓出來 原來的表有SETOSA那個類別 它抓下來之後 它認為它的Levels還是有SETOSA 所以我們要重新做一個整理的動作 把SETOSA拿掉 那個整理的動作叫什麼 叫做這個IRIES2 我在它的類別的地方 我要重新再做一次FACTOR 再重新再整理一次 IRIES2裡面的SPECES 好這時候再RUN喔 RUN完之後呢 結果一樣啊 剛剛我再把IRIES2打開 結果一樣 跟剛剛一樣沒有變嘛 但是它變哪裡 變它的Levels IRIES2裡面的SPECES 再RUN一次喔 變成只有誰 只有Versicolor跟Versicolor Versicolor 是誰不見了 SETOSA不見了 可以接受嗎 好我再解釋一次這三句喔 這一個呢是從原來 我告訴人家說我現在要抓的是 不是SETOSA那些 我把它放到IRIES2裡面來的 所以IRIES2是從IRIES 繼承下來的 繼承下來之後 我去看它的Levels Levels就是它的類別 它繼承下來 雖然我把那些列砍掉了 但是它繼承下來的類別裡面 還是有SETOSA 可以嗎 所以我必須要再做一個FACT的動作 讓它重整它新的類別 我要去IRIES2裡面去重整它新的類別 它重新再搜尋一次 搜尋完之後它發現 SETOSA不在裡面了 所以它新的Levels就沒有SETOSA 來試一下這裡 FACT就是再重新整理過它的 它的因素 就是把它因素再重新整理 它重新整理之後 它新的資料裡面沒有SETOSA了 對不對 所以再重新再做一次FACT之後 它的SETOSA就會不見了 那Levels你就是把它叫出來 對 叫出來看看 它這個FACT裡面有幾個Levels 幾個層次 幾個等級 幾個程度這樣 好 前面這個啦 有名稱啦 我們上次有講過啦 放第一個的叫做什麼 叫做Reference Level 參照類別 可以嗎 叫參照類別 那如果你在做分類的問題的話呢 參照類別就是D0類 另外一個就是D1類 這樣 所以我們的講義裡面 才會把Versicolor當作D0類 Versicolor當作D1類 Versicolor是D0類 Versicolor是D0類 這樣 可以喔 原來繼承下來的IRIS2呢 它會繼承原來IRIS的類別 所以它還是有三個類別 可以嗎 這個它從它繼承下來嘛 所以這裡跑它還是有三個 雖然它把它列砍掉了 但是它還是有三個 所以我重新在整理之後 它才會變兩個 你看 你全部選起來一起幫我們看看有沒有錯 應該沒有錯 這樣看看 但是你看原來是三個 那我重新再做一次Fact之後 就變兩個 因為新的錶裡面只有兩個嘛 沒有三個嘛 所以我重新在整理之後 就變兩個 笑成這樣 它有什麼新發現 蛤 不是你啊 我是說你隔壁那個 他在開什麼 沒有 你怎麼會笑得這麼開心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都跑了700個觀察職 700個觀察職 為什麼是700個觀察職 你怎麼會有700個觀察職 我怎麼會有700個觀察職 你怎麼會有700個觀察職 你沒有700啊 你不是只有100嗎 你不會只有100嗎 為什麼呢 你Iris 2會有700個 應該這有100個啊 你先把它清掉 可以了 你把所有變數清掉 可以清掉嗎 好 那你把它記得圈起來就弄一次 總共有700個 應該這有100個呢 哦 為什麼有700個 哦 你是Iris 不等於 他不是Iris 不等於 你要Iris的誰不等於 你要去看他的類也不等於 所以是Iris的Satosa 不等於 Iris用潛字號 裡面去載 哦 不是它Satosa 其實它的Species 不等於對不對 潛字號 潛字號沒有錯 然後TABLE鍵 這一個裡面不等於吧 對不對 然後你再弄一次 你就會有100個 好 來 再來 接下來呢 我要教的步驟比較不一樣哦 所以這個步驟你要弄清楚一點哦 來 仔細聽這裡哦 接下來我要把資料 這邊這邊 白板這邊 我要把我的資料拆成兩個 一個叫Chaining Sample 一個叫Testing Sample 那我們以前有做過對不對 以前可以用Sample指令幫我挑出來 哪些是Chaining Sample 哪些是Testing Sample對不對 可是Sample指令呢 它在挑的時候是從1到100 隨機挑 我們現在可以這樣隨機挑嗎 可以嗎 好像不太行哦 為什麼不太行 因為我們現在有分兩個類別對不對 一個類別叫Versicolor 另外一個類別叫Versicolor 對不對 我們在挑的時候 如果我隨機挑 假設隨機挑50個 如果剛好挑了這50個 都是Versicolor那怎麼辦 或者隨機挑30個 剛好這30個都是Versicolor 怎麼辦 那不就完蛋了嗎 那你Versicolor就沒有挑到了吧 我要把學生分成 我要一些程度高的 程度中的 程度低的來訓練我的模型 這樣模型才會好嘛 可是我隨機挑 如果全部都挑成績高的 那我模型就不對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隨機挑的時候 應該是要把Versicolor 隨機挑3分之2出來 Versicolor隨機挑3分之2出來 才可以 我要根據它的類別來隨機挑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的訓練樣本 要根據它的類別隨機挑 這個步驟可以接受 所以我在隨機挑的時候 不能像以前一樣 1到100隨機了 應該是要根據它的類別來隨機挑 有套件可以用 這個套件在你的這一份講義裡面有 你的這一份講義裡面的第四頁 你的這一份講義的第四頁以前 請看那個錄製的影片 錄製那個R 好 我們現在講的是從第四頁開始 它裡面有一個套件叫做CATools 它是跟CAR有關的 CATools 我們要把這個派件載進來 好 那怎麼用呢 來看這裡 首先我的R裡面應該沒有這個套件 我已經有裝過啦 說我有啦 那就像什麼 這個R呢 它是 就像我建R的時候是一個圖書館 我喜歡用這個例子 我裝好之後呢 這個R是一個圖書館 我蓋好一個圖書館裡面呢 這圖書館裡面只有基本藏書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 要用到CATools這個套件 就等於我要去買CATools這個書 那我要怎麼去買CATools這個書 你就在這裡打Install 要記得可以上網喔 Install Packages 然後呢 打 我先把全部清掉好了 這樣你比較清楚 把這些都清掉 不重要 你就打Install Packages 然後打CATools TOOLS 然後按下Enter 它就會幫你去網路上找這個書 找這個套件 然後並把你安裝到你的RStudio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字就是安裝完了 Successfully 這樣 上面那個是紅色不代表錯喔 這是很討厭的 RStudio很討厭的喔 它對的錯的都可以用同樣的喔 好 所以我現在給你看 你在Console Window裡面打什麼 我把它拉高一點 你在Console Window裡面打這個 Install Packages CATools 好 你打完這個指令之後 它就會跑出一堆紅色 紅色會告訴你說 我的Package要從哪個地方安裝到哪裡 從哪個連結 去連結到下載這個Package 然後這個Package有多大 然後裝成功的沒有這樣 它會出現這些訊息 然後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在你的圖書館裡面 我買了CATools這個Package 我裝了CATools這個Package 所以你可以去借來用喔 好 好 先做完這個步驟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裝成功 要連上網喔 沒有連上網 裝不成功喔 要連上網路喔 要連上網路喔 要確定你網路有沒有連 就打開一個網頁 可能會 那你有按連結嗎 喔 你有按連結嗎 你有按連結嗎 等他一下嗎 可是怎麼太久 太久了 太久了 網路很慢嗎 網路很慢嗎 那個 有 有 對 對啊 你們都很久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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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用那個啦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有 他有 沒有 沒有 你用你自己的 那你 不用這個 我女士 然後登陸帳號密碼 然後登陸帳號密碼 然後你 登陸你的帳號密碼 你的學號 然後 跟密碼就好 就是你選客那個帳號密碼 選客那個帳號密碼嗎 是你們選客的那個帳號密碼 是你們選客的那個帳號密碼 網路的帳號密碼 學號跟 跟上面這嗎 那你選客也是用學號跟上面這嗎 那你選客也是用學號跟上面這嗎 對 對 對 就用來自動 那你裝好了嗎 裝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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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 你可以照這個答案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沒錄到你喔 沒有 你要先 可以上網才可以啊 確定上網了嗎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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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選它 按Enter 在下面不是按Rof 你可以按上就好 你來上 你要把這樣跑出來 按太多了 這樣跑出來對不對 按Enter 再一次 你沒有上網嗎 真的嗎 路有成功嗎 你可以嗎 你可以吧 就是有 一直 開始 你可以一次的嗎 可以 過了 那 有 有 有 然後你再按上 一下就好了 他就會把它救出來對不對 你拿AND 你的可以說嗎 喔 關掉啊,再當一次 關掉再重開一次,再重一次 關掉,不要存 不用注意 等一下,這一段要存 來個機,你把這一段扣存一下 先儲存 來個機先save,save一個新的 給他一個檔名就好 要快一點,不然時間虧不夠 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先講完了 來,你先把它存檔 然後關掉再打開,再重新再install一次 那我怎麼把它切成chaining跟testing呢 很簡單,我要告訴他說我要根據我的類別來找我的chaining 所以呢,我要跟人家講我的chaining index 哪些要當chaining 所以我這裡又多了一個叫chaining index chaining index呢,你如果裝好可以用一個指令叫做sample 一樣叫sample 只是你的sample呢,多了一個 為什麼沒有,我忘記了,剛才只是裝好還要把它叫進來對不對 叫進來要用library 就是我要借這一本書來,借這一本書出來要用librarytools 好,run完之後我就可以使用這個書給,這個套件給的程式 然後我要來,我要用chaining index,我要把chaining抓出來 chaining抓出來要用sample split 好,我把我的樣本拆掉 根據誰來拆 根據我的iris2裡面的 iris2裡面的什麼,類別來拆 好,然後呢,每次分三分之二當chaining 剩下來三分之一當testing 好,我run了之後呢 他就會告訴你chaining index 來看一下chaining index chaining index長這樣 第一個不是訓練樣本 第二個不是訓練樣本 第三個是訓練樣本 第四個不是 第五個是 第六個是 第七個是 第八個不是 第九個是 第十個是 第十一個是 而且呢,他很聰明 他會1到50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二是訓練樣本 五十一到 這也是57喔 一到五十有三分之二是訓練樣本 剩下來這裡也有三分之二是訓練樣本 你看一下這邊是force一點點處很多 這裡force一點點處很多 大概是平均 所以你要記住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 叫sample split 根據誰來猜 根據他的species來猜 可以install了吧 可以了對不對 好 你的 那是可以了 你看他已經開始 他要把你安裝到哪個位置 從哪一個 從哪一個 從哪一個那個 那個網站 這樣 那他告訴你成功了 對不對 好來,你再這裡點一下 把你按上 按上 按上 再來一次按 他就會把你重新裝 好不好 來,第 再講一次喔 他會出現紅色 不是錯 紅色 我就很考驗 他告訴你說 他要把他裝到哪裡 他試了哪一個網子 對不對 試哪一個網子 然後去試哪一個網子 然後試完了之後 所以他這一段 只是information而已 他並沒有錯喔 先等他出現成功才可以 好,他現在要裝 你先聽這裡 先聽這裡 先聽這裡喔 如果我裝好了 我要拿出來用 要用library 可以嗎 所以我一定要加一個library 剛才只是安裝到你的電腦裡面 就像圖書館買書進來放 你還不能用喔 你要怎麼樣才可以用 把書借出來 所以要用library 把書借出來 好,書借出來之後 你就會有這個指令 sample split 就會有這個指令可以用 這個指令會根據你的類別來切 他會把第一類切三分之二 第二類也切三分之二 可以嗎 他會根據你的類別切 好 有沒有成功了對不對 成功了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用了 所以你那兩張就可以弄了 好 當我切完了之後呢 我切完了之後呢 我要把切的 切完的那一些 拿去當做訓練樣本 好 然後不是的這一些 就是現在裡面 你看到true的那一些呢 拿去當訓練樣本 training index裡面 true的拿去當訓練樣本 false的拿來當 測試樣本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來我做一件動作喔 所以接下來也是蠻簡單的啦 都是我在說簡單 對 好 我現在呢 要把iris 放在這裡 iris2 我加一個true true true是代表訓練樣本 訓練樣本 是iris2裡面的哪些 跟剛剛一樣喔 training index值的這些 才是訓練樣本 對不對 好 我就run iris2 不是 來看喔 這句話喔 不是的話 要多一個什麼 不是訓練樣本 要用驚嘆號 可以嗎 好 不是的 當作testing 好 所以run 所以你看這裡 100個裡面 training是66個 testing是34個 66大概是三分之二 對不對 34大概是三分之一 可以嗎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66個裡面 這66個裡面呢 vers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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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versicular 前面都versicular versicular 大概是幾個 33個有沒有 剛好一半對不對 所以他幫你找出 versicular 33個 再放這裡 33個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 vergenica 33個 所以他有照類別來切喔 他不像剛來隨機挑 如果我隨機挑66個 可能versicular 會多一點 vergenica會少一點 或者vergenica 會多一點 vergenica會少一點 如果你不是 你是照類別來切 那每一類就會差不多 是一樣多 來看一下 我就用了這兩行指令 如果他是 我找的這邊是 training index 對不對 所以training index的 要拿出來當training 所以寫點券 然後不是training index的 要拿出來當什麼 當testing 所以你如果來看 Split是拆掉的意思 是幫你分開的意思 分離的意思 可以嗎 所以我要拿三分之二 把它分出來這樣 有沒有 可以分出來 今天不要用 打扭 可以不見 記得要用不是喔 如果你是邏輯值 這個什麼意思 所以我再講一次喔 你先不要打 先聽我這裡 training index 是true跟force 對不對 這裡不是有true force true force嗎 對不對 如果你加一個驚嘆號 就是把true跟force改變 true全部變force force變true這樣 所以我本來這些是training的 我要拿出來當training 對不對 那不是training的 就變成什麼 testing這樣 所以就可以用這麼簡單的方法 就把它分成兩個資料集 接下來訓練模型也簡單 目的是testing丟進去做 這個步驟會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先講簡單一點喔 接下來我要拿training去訓練我的邏輯思回歸 就是找到beta0跟beta1對不對 我要拿我的training去訓練我的logistic function 然後去估計出beta0 hat跟beta1 hat 這個步驟很簡單 這個步驟跟我們之前寫那個線性回歸一樣 我們不是會寫一個relaught等於 來注意這裡 以前是用lm 叫linear model 現在只是前面多了一個g 叫glm 叫做廣義的linear mode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裡面就會有邏輯思回歸 這樣可以嗎 邏輯思回歸 好 那這個怎麼做呢 一樣我要訓練誰 我要去預測我的種族對不對 所以species 不要打錯字喔 species 用誰來預測 我們現在只用其中一個叫petonix對不對 我們又跟課本一樣 就是用它的 你如果怕打錯 你就把iris打開就好了 iris chain打開 我們要估計的是species 然後就把這個copy 然後貼過去 然後用誰來預測 用petonix來預測 所以是petonix 然後把這個copy貼過去就好了 你如果怕打錯的話 好 然後呢 我要拿trainin來訓練 所以我的data 來注意這裡很重要 data是用訓練樣本 所以要點train就好了 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 如果你只有寫這樣 後面什麼都沒寫 它還是linear model 還是線性模型 如果你要用廣義的線性模型 因為它只有1跟0兩類 所以你要給它一個指令叫做binomial 所以你要再加一個tap 它的 對不起 它的family 它是用哪一種類型 用哪一個family 它的family是binomial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這樣才會是邏輯式回歸 這樣reload才會是reload 如果你後面沒有那個family的話 你就會變成回到原來的線性回歸 這樣那個就是一個邏輯式回歸 對 邏輯式回歸 所以後面那個很重要 因為你不同的 你這跟mallab不一樣 mallab是同一間公司寫的 所以它大概有固定的幾個指令是一樣的 但是呢 這裡有不同人使用的套件 你用不同人使用的套件的時候 那個參數會可能會下的不一樣 好 那我們可以summary看一下 我按錯了 可以用summary看一下結果 好 你看它就可以找到 它的結句是負的37點多 patenance是7點多 來丟一個問題給你們想 我今天交完 可能你們沒有時間 你回去想想看 這跟我們課本寫的不一樣 我不是負的43嗎 這不是9嗎 你想一下為什麼不一樣 好 所以這一行 GLM這一行 如果你多了family 是binomial的話 你就是跑logistic regression 好 好 好 一樣喔 問題讓你回去想喔 為什麼這兩個長得不一樣 你不用再跟我講義一樣啦 很難打的 對啊 你用call的就好了 對啊 你用call的就好了 我tage完就detage 如果忘記detage就麻煩 如果忘記detage就麻煩 為什麼不一樣 所以你很有灰根啊 你跑出來會跟我一樣嗎 你看一下你往上拿看一下 咦 你不一樣欸 你不一樣欸 為什麼大家都要不一樣 哦 對 訓練樣本不一樣 所以會不一樣對不對 那我課本那個是 我講義的那個是 所有的頂丟進去 才會是那個子 哦 很難打對不對 你有弄嗎 沒有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測試樣本 丟進去做預測囉 我剛還是訓練樣本去訓練嘛 所以剛剛到這個步驟 看一下白板這裡喔 剛剛看到哪個步驟 訓練樣本 丟進邏輯師回歸裡面去訓練 訓練完了之後 出現了β0跟β1對不對 β0跟β1就是我現在框起來這個位置 負的37點多吧 每個人應該長得不一樣喔 好 所以我β0跟β1了 所以我現在要把測試樣本 丟進去這個訓練好的模型 去跑出它的預測值了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預測值是什麼 來 這個要留著好了 來 怎麼做預測 很簡單 唉 沒有弄好 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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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怎麼做預測呢 predict 做預測很簡單 我叫做predict pr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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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長了 這樣就好 好 預測結果 好 預測結果呢 怎麼做預測就直接打predict predict呢 預測誰呢 用哪 用誰去用哪個模型 用這個reload這個模型 把誰丟進去做預測 把iris2裡面的test丟進去做預測 就這麼簡單 run 就有預測的結果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預測結果是什麼 這是很討厭 很長對不對 跟不上 等一下 慢慢來我會等你 這個預測結果是長這樣 負1.7 負3 負7 負10 負9 負5 再看下面 下面有7 5 5 6 你說你騙我 我們剛剛呢 一開始不是有看到這張圖嗎 為什麼我們不用線性回歸 因為線性回歸預測完之後 這裡會很大很大 這裡會很小很小對不對 所以會超過1跟小於0有沒有 所以我們採用什麼 採用logist regression 對不對 這樣他就不會超過1 也不會小於0對不對 而且他負有機率的概念嘛 可是你剛剛 剛剛跑出來的值 不是又有小於0 又有大於1的有沒有 又有小於0 又有大於1的 那你不是騙我嗎 原因是因為 他有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如果沒有加 他只會把你這樣做喔 只會把這個結句 加上這個係數 乘上他的petal length 你要多了那個參數之後 他才會丟進去 那個sigmoid function logistic function 才會算出那個機率值 所以我們要再多一個參數給他喔 來這個參數叫什麼 這個參數叫type 這很難啦 這就要慢慢學 這type呢叫做response 可以嗎 好這次我再run一次喔 run完 然後再把值丟出來給你看 好 再把這個predict 再秀出來 欸現在這個值就不一樣了 你看這個值呢 就比剛剛小很多有沒有 可是我還是看不出來他的值有什麼差異啊 不要忘記我們有叫一個指令叫什麼 叫run的 我們把它用小數點兩位數秀出來就好 不會變成機率值他有沒有 0.5 0.04 000 000 associated huge 對不對多少0 後面的值從這裡開始就很接近1 他會不會超過1 不會 會不會小於0 不會 那就變機率值了 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要讓他變機率值的話呢 这里有一个指令要下 就是要多上这个type 它的形态要是response 这个我先讲 未来如果你有机会 未来如果有机会再学到分类的 那分类的函数里面呢 其实逻辑是要拿来做分类的 拿来做分类的呢 但是它有机率的概念 虽然response出来是机率 但是如果未来你用到的是一些分类器 那些分类器没有机率概念 只有分类的概念的话 你type后面可以加一个class的一个指令 它就会帮你把类别跑出来 但是我们这里没有 我们这里只能跑response 比较讨厌啦 打错了 Pato name Pato P要大型 P P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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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P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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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Po Pato 就属于它认为它是第0类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变成第1类跟第0类哦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要把机率值跟谁去比对 跟0.5去比的呢 看它有没有大于0.5 看它有没有大于0.5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大于0.5呢 怎么看 RUND是叫什么 叫做四舍五路到小数点第二位 RUND是四舍五路的意思 然后到小数点第二位 逗号2就是第二位 我这里来交一个不一样的指令哦 所以我可以用RUND嘛 对不对 RUND的话它四舍五路嘛 所以它小于0.5 就会变成0 大于0.5就会变成1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如果我这里给它加一个RUND 如果我这里给它加一个RUND 然后呢 我就不要告诉它小数点第几位 就没有小数点 对不对 好 这时候我再RUND一次 RUND完之后我去看它的结果 就会变00000 有没有 后面11 对不对 所以0代表就是主于D0类 有没有 1就是代表第一类嘛 四舍五路嘛 对不对 如果它小于0.5的 四舍五路就变0 大于0.5的四舍五路就变1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指定就好了 我不用让它大于0.5 对不对 这个比较好讲 刚刚忽然间临时想到 所以跟讲义上有不一样 讲义上你会再去去看看 所以你在这个predict的外面 再给它多一个RUND 然后再多一个括号 后面一个括号 然后RUND完的结果就是0011 这样 来试一下看看 所以就直接跳过一个 跳过哪个 刚刚本来只有几率值吧 我现在给它多一个RUND在前面 就直接跳过几率值 可是还没有结束 现在还是0跟1的 我应该要把1换成谁 我每次都会忘记我偷看一下 把1换成Varginica 把0换成什么 Varginica 对不对 RUND 我要把0换成 把0换成Varginica 把1换成Varginica 我要把0换成Varginica 把1换成Varginica 才对嘛 我现在只是01而已 还没有放完 还少一步 可不可以 摸摸看 没有跑出来 你要再打一次才会跑出来 没有跑出来 没有跑出来 你打上面 对啊 你帮我 我贴在上面 可以吗 你看 你看 你看这里就好 这里 0 对 对 因为你要再打一次 它的名称 下指令把它秀出来 所以你看我都会再打一个指令 我都会再打 再打一个 对 对 对 好 把他挂起来就好 0 对 后面再把他挂起来就好 好 你把它拢一次 拢 好 你弄往这里 看这里 就0 0 0 0就是 0就是D0类 1就是D类 好 那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01 这个01 1要换成 0要换成Versicolor 1要换成Vers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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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怎么换 你怎么换 我一样 只是上面那个太长了 你可以把它写一起 但是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分开写 我要把它的relaw再换一下 RESU 怎么少一个L 我现在才发现 少一个L 我改一下 这个录起来的 给人家听的 不可以打错字 好 这个结果呢 我希望把这个结果 变成是 因子的模式 0变成是Versicolor 1变成Versicolor 1变成Versicolor 我们刚才用过这个 哪个指令 叫Factor 对不对 可以用Factor把它变成 0跟1 对不对 好 那Factor指令呢 我一样把它放进来 把谁放成Vector 把Predict RESULT 把它放进来 但是我要跟人家讲 它的Levels 它的Levels现在有哪两个 现在有0跟1 对不对 所以就把0跟1 放进来 可以讲它Levels是0跟1 但是呢 我要把0改成什么名字 1改成什么名字 要再下一个指令叫Levels 就是给它新的标签 新的标签里面呢 0 放的是Versicolor 不要打错字哦 而且是小写 1 放的是Versicolor 这样 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太长了 你可以按Enter键 把它放下来 好 好 先看结果 来我让给你看 我把这里 是少一个括号 好 糟糕 看一下是不是少一个括号 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括号 好 我把这两行选起来 一起乱 先看结果 乱完错了 哪里错 2 1 2 1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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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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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一下要答對喔 不然等一下我們分證確定就分不出來喔 再給我5分鐘就可以講完了好不好 最後你要去看你的預測值 你要打對之後要確定一下如果打對 再打一次 好接下來最後一個動作就是要看我這個預測 我一個是預測的一個是原始的對不對 兩個之間差多少對不對 對了幾個錯了幾個 對幾個錯幾個 講益這裡啦 我怕打錯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指令回去試試看 把它叫進來 就不會打錯字 用這個指令就不會打錯字 好 這個我沒辦法講 講到這裡有沒有 你可以把Levels用那個 training的進來 你就不會打錯字 好不然你會打錯字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算正確率喔 為什麼要算正確率 現在有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是我用給你們看就好了 一個東西是testing的 來我把Iris test 打開 這裡有一個test把它打開 這個是testing的對不對 Vers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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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一個是我預測出來的結果 來我預測出來的結果叫做predict the result 咦怎麼變浪 咦我打錯了嗎 不能夠這樣嗎 Versicolor Versicolor 為什麼不能這樣 我看一下喔 怎麼覺得它怪怪的 Vers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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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改成大於0.5 還是要用這個 因為Round他出來之後 他感覺上好像把他刪掉了 可是好像沒有 他只是把他只留著 然後45路寫字給你看而已 所以他好像沒有45路 我要再回去再試一下 所以你把這兩行再改一下 你的出來是對的嗎 你的出來應該是長這樣 Round給你看 應該是要長這樣 所以這裡要改成 0要改成 對不起這裡要改成False 1要改成True 應該是要長成這樣 有沒有 你的是嗎 阿蓋01也是嗎 那我為什麼不行 你剛才是用大於0.5還是用Round的 那為什麼我的不行 我的錯在哪裡 電量不足 錯在電量不足嗎 不是 糟糕了 Round的 然後把這裡改成 然後把這裡改成 這裡一樣改成0跟1嗎 你們出來是嗎 然後再Round 然後再Predict 然後再Predict 那我剛剛為什麼會不對 不知道 不管了 剛剛可能我少Round了一行 剛剛可能我這一行沒有Round 直接Round這一行 有可能有可能 你看好 那我現在兩行都Round了 現在不用換不用換 你就照這樣就好了 記得兩行一起Round 把它改一下 那我現在這個是預測出來的類別 這個是預測出來的類別 這個是真實的類別 我們兩個要去看 對幾個錯幾個對不對 來怎麼看對幾個錯幾個 很簡單 只要下這個指令就好了 我把預測出來的類別 跟誰做比較 跟訓練樣本的類別做比較 IRIS2裡面的訓練樣本的類別做比較 就這樣 來我Round了這一行為什麼 第一個對了 第二個對了 第三個對了 第四個對了有沒有 觸觸觸就是對了 False就是錯了 然後我要算正確率 就只要前面給它取平均 平均就是我看 對的比例佔多少 快沒電 對的比例佔多少 亂完之後正確率9乘1有沒有 好 好就錄到這裡 因為它快沒電 我等一下秀給你看 好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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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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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d